就因为节目组的不负责任 让他的父母经受了白夫人送黑发人的痛 即使这件事已经过去三年了 他的父母依旧难以走出伤痛 有些人在此受伤 有的人在此丧命 无节制地纵然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伤害 资本的力量绝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反抗的 他就是高以祥 于1984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 高云祥的父亲是一位商人 母亲也有自己的稳定工作 所以高以祥从小就不缺吃穿 他还有两个哥哥 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 除了长辈以外 两个哥哥也十分宠爱他 高以祥出生于台湾 随后和家人一起移居到加拿大 在爱里长大的孩子总是充满了自信和快乐 所以高以祥各方面都十分优秀 高以祥的父母 十分注重孩子得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所以在学习之余 也大力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 从小热爱运动的他在体育方面十分优秀 他最爱的就是篮球 同时高以祥也完美继承了父亲的优点 在同龄人中他总是最高的那一个 成年之后 高以祥的个子来到了一米九五 他也完美具备了成为专业篮球运动员的条件 但是高以祥的父母更希望他以后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所以他最后考进入了温哥华卡普兰诺大学的金融系 即便如此 高以祥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篮球梦 他努力学习就为了转专业 最后他靠自己的努力 赚去了运动科系 从那之后篮球馆就成了他的第二个宿舍 高以祥本以为自己未来一定会成为出色的篮球运动员 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误打误撞地进入了从未考虑过的娱乐圈 机缘巧合 2005年的暑假 高以祥表示自己这么久没回台湾了甚是想念 于是高以祥二哥就陪他回到了台湾 两个帅哥一起走在路上 总是会让人忍不住回头看 某天兄弟俩走在路上的时候 就被一个星探注意到了 注意到他们的星探不是别人 是台湾地区十分出色的制片人王军 王军看上了兄弟二人高挑的身材和出色的样貌 高以祥本人对于娱乐圈没什么兴趣 但是他二哥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可是王军舍不得放弃高以祥 所以提出了两个人必须捆绑才签约 高以祥实在不想二哥愿望落空 于是便同意了王军提出的要求 他想着就把这份工作当成副业 混几年就接着回去当自己的篮球运动员 刚进娱乐圈的高以祥就成为了圈内的宠 他凭借着高挑的身材 成为了平面模特 很多广告和杂志都争着抢着要和他合作 2006年高以祥出演了 人生当中的第一部电视剧《爱情魔法师》 在众多帅哥美女当中 他也毫不逊色 反而靠着自然的演技小伙了一把 收获了一大波粉丝的同时 高以祥的咖位也在不断升高 他从原本的配角 成为了人人熟知的偶像剧男主 随后在《天堂来的孩子》和《恋爱女王》两部剧里 又收获了一大波粉丝 可是这么多剧里 没有一部剧获得了奖项 另寻他路 2008年高以祥开始往内陆发展 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想在上一层台阶 就必须跳出现有的舒适圈 高以祥一进入内地 就受到了各大导演的青睐 同年他就受邀参加徐克导演的电影《女人不坏》 众所周知 电影的含金量比电视剧要高出许多 也正是这部电影将高以祥的咖位向上抬了不少 但是他一直都没能担任主角 直到两年后的电影《我的排队情人》中 他第一次以主演的身份出现 这么多年以来 高以祥出演的角色都深受大众喜爱 但是他却从未拿过影视方面的奖项 仅有的全是时尚方面的 这不禁令他怀疑起自己 直到他有一天看到的这样的一条评论 评论说高以祥 只是徒有其表 一点演技都没有 当个花瓶还能看看 担不起重任 一时间高以祥十分气愤 但是等他冷静下来发现 那位网友说的也不错 高以祥并不是科班出身 进入娱乐圈之后 也从没沉下心来磨练演技 高以祥是一个很争强好胜的人 就像当他明白自己 已经不能回去当篮球运动员的时候 他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在娱乐圈 闯出自己的一帆天地 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 高以祥带着自己的最新作品 《圣女的代价》 回归大众的视线 也正是这部剧让他获得了乐视影视盛典电视剧 最具潜力新人奖 从此之后 不论是遇见王力川 还是和黄伯和林志玲一起合作的 101次求婚 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随后靠着电影《圣杯神器》 海谷之城 高以祥开始进军好莱坞 而他又有从小在国外长大的优势 一口流利的英语 让他在国外也混得风生水起 高以祥的名气越来越大 于是便有很多的综艺节目找上了他 在众多的节目中 他看上了一档名叫《追我吧》的挑战类节目 高以祥看着节里各种高难度的运动 让他很是心动 他一直是一个很热爱运动 并且喜欢挑战自我的人 但他怎么都想不到 他会就此失去自己的生命 长年 2019年11月27日凌晨 高以祥的词条突然间冲上了热搜榜 大家点进去才知道 原来是他在录制《追我吧》 节目时发生了意外 词条下很多人都在讨伐 《追我吧》这档节目 虽然节目只播出了一集 但是已经有好几个路透里面的明星 都发生了意外 甚至有几个明星 差点丧命于此 本以为节目组会因此引起重视 可是谁曾想节目组 根本没把这些放在心上 他们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大家都在许愿高以祥可以平安无事 随后早上十点浙江卫视 发布了高以祥去世的消息 一时间《追我吧》被骂上了热搜 从头到尾 浙江卫视都在说 他们第一时间就将高以祥送去了医院 可是不管是从路透来看 还是从现场人员的证词来看 都不是这样的 从路透的视频可以看出 高以祥倒下之后 节目组并没有立马上前查看情况 最后是黄景于先察觉出了不对劲 等到节目组对高以祥进行急救措施的时候 距离高以祥倒下 已经过去好几分钟了 救护车更是在四十分钟后才赶到 节目组为了增加热度 请了一些素人陪跑 当时高以祥出事的时候 身后是有素人的 他们听到高以祥跑了几步之后 就说自己不行了 随后便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高以祥倒下之后 把身后的素人吓了一跳 他们本想上前查看情况 但是看到节目组没有任何动作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作为素人 他们要做的就是配合节目组 万一这是节目组设计好的 自己贸然上前 岂不是坏了大事 很多综艺节目 其实都是有剧本的 真的出事的话 很多节目组都会立马上前 可是追我吧 节目组不但没有叫停 甚至还有摄影师上前 给了高以祥一个特写镜头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 节目组并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救治 这与其发出的声名相悖 网上对于节目组的批判越来越强烈 他们无奈之下才发了声明 浙江卫视发出的声明都不需要仔细看 随便一看就知道十分敷衍 全片没有一句重点 一直在为自己开脱罢了 整件事情最受伤的还是高以祥的父母和他的粉丝们 高以祥父母看到儿子遗体的时候 差点哭晕过去 在得知高以祥会参加节目的时候 他的粉丝也报名参加了 看着自己的偶像在自己面前倒下 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的无力感会让他难受一辈子 可即便如此浙江卫视依旧没有整改的意思 追我吧 节目虽然停播了 但是在另一档节目中再次出现了人命 上个月李文的事迹 想比很多人都知道 李文之所以选择轻声 这与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脱离不了 浙江卫视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故 不免让人感到心寒 虽说现在正在整改 但谁都不能保证整改之后的效果如何 生活还在继续 据高以祥去世已经过去三年了 但他从未被世人所遗忘 特别是高以祥的父母 他父亲经常穿着他生前常穿的衣服 去他最爱的篮球馆看打球 看着一个个在球场上肆意挥洒汗水的少年 他常会想如果高以祥做了篮球运动员 而不是去做演员 是不是就不会突然离世 高以祥的母亲在他去世之后衰老得特别快 本就瘦弱的他现在更是骨瘦如柴 父亲的头发也早已化白 高妈妈信佛 全程请法师给儿子诵经超度 法师向高妈妈传达了高以祥的灵魂还在飘荡 原因是因为放心不下家人 以及朋友 还有所有为他而感到悲伤的人 高以祥去世 对女友苏湘涵来说 是失去了知心爱人 大家不禁再次为高以祥的离世感到惋惜 也为这对家人阴阳永隔而感到遗憾 12月4日 高以祥家人委托高以祥生前的好友Kanley 在社交网上传达其请托 请托中的话语 不但让人泪目 更是寄托了高爸高妈 对儿子高以祥的思念 高以祥的灵魂因为担心亲友太过忧伤 仍在挑荡 希望大家让他知道每个人都会好起来 可以放心到天堂安息 台湾刊语专家沈荣则表示 高以祥生前最放不下的就是女友苏湘涵 但他扬寿未尽就因肉体过度损耗去世 要28年后才能投胎 但就算高以祥转世回来 苏湘涵早已50岁 二人此生缘分已尽 无法再续前缘 22岁的年纪就要经历爱情的永隔 真得让人无限泪目 好在苏湘涵十分坚强 现如今的苏湘涵也有了自己的幸福 高以祥得之后 也一定会替他感到高兴 看着哥哥们将父母照顾得很好 他也就放心了 高以祥的性命 没有唤醒蓝台的良知 李文的事件依旧没有 只能说蓝台的内部早已溃烂 需要新鲜的血液将其修复 回望高以祥的一生 从出生到出名 他始终一步步脚踏实地地走着 他的命运本不该如此 但生活还在继续 那些爱着高以祥的 不论是家人还是粉丝 都应该带着他对于生活的那份热爱 继续走下去 这也是他一直所希望的 高以祥希望自己身边的人 每天都能开开心心的 所以他总会把快乐留给大家 将负面情绪偷偷消化掉 愿高以祥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开心快乐 在另一个世界实现自己的篮球梦 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 不想振 containing 这es一的孔到了 不想振佑 第4年 3 2